谢谢你这句话 你终于能够理解我了 在上海贪婚 不能单靠正义和本事的 我当然知道 你知道最好了 我们无法改变世界 只能学会适应 我是无法改变 但是我可以选择 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你想怎么样 辞职 辞职 谢谢总督察 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和照顾 你那么优秀 我本来打算 马上就升你为探长 谢谢总督察 我想国内的生活 可能不太适合我 辞职去哪 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眼下是中日关系 最艰难的时候 难道你还回日本 日本是肯定不会回去的 我想 我可能会去美国 感受一下 那边的风土人情 好吧 你去散散心也好 发布房 随时都欢迎你回来 谢谢总督察 你爸 我 ais 给你 我 去 你 我 gam 二宝 刘探长呢 刘探长没案子的时候经常不在的呀 我怎么把他的坏毛病给忘了 纪元和赌场嘛 那不是坏毛病 他说了这全都是搜集证据的好地方 行了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 我要走了 回头见到他 替我跟他说一声再见 好吧 二宝 这些是什么呀 这些全都是从陈文南家里搜出来的东西 他人都死了就没什么用了 饭毒茶让我们全都烧了他 罗探长 你就别看了 我们全都搜过了 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全都是一些旧笔记呀 还有一些旧书什么的 二宝 这个是什么 这可能是他家里的钥匙吧 我走了 你们都保重 后会有期 哦 好 谁啊 刘凡希 请进 不好意思 我里面正在收拾行李呢 太乱了 我们就坐这吧 坐吧 听说 你要离开上海出国 这可是真的 我打算去美国 船票订好了 应该不难买吧 去美国干嘛呀 再好 也不如自己家好吧 我哪里还有家 我爸走了以后 我在上海是局目无亲 本来还想 结了案 可以替他申冤 没想到现在是不了了之 我哪还有颜面 在这里待下去呢 其实呢 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的 我真的很想帮你做点事情 可是 徒劳无功 你别这么说 我们好歹 也相处了一段时间 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对我这个人感觉怎么样 还好 那就好 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本来呢 我以为你辞职 不做探长了 是为了去迎接新的挑战 原来啊 你却是为了逃避现实 那也好 你以后不再了 我也少了很多麻烦 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 没心没肺 过我吊儿郎当的日子 你真的希望我走 如果我说 我不希望你走 你相信吗 为什么不信 好 好 差点忘了 送给你的 打开看看吧 我精心挑选的 谢谢 我想这里面的东西 一定是我喜欢的 我们同事一场 能听到你说这句话呢 我就满足了 如果没什么了 我先走了 我搜索你吧 不用了 你忙你的吧 你忙你的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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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你也保重 你也保重 卢珊珊 想去哪里 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离开上海去美国吗 这个送给你 当个道别礼物了 你这是故意设计的是不是 我要走了 你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 留下这个钥匙 想让我干着急 你快说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了 你一定放不下的 到时候会耽误你出行的 不说是不是 那我真的走了 听我说 这把钥匙里面 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想知道吗 跟我走 等我一下 我回了 在这儿 得不错 都在关键 我 完成了 打算她 这儿